在這裏 給你吃嗎 所謂95極致 到現在 都是用產地的平均價格 你現在去購購 你知道嗎 你現在去購購 你知道嗎 那個公平的辦公了 你公平會什麼時候去購購 公平會你們沒有去購購 一場沒有參加 有這麼困難嗎 鄭明文 小朋友有知道的管理嗎 我們是要知道而已 譬如說 你這三百萬的留鄉 在這裡領出來 要領一對 這個過程而已 拿出來而已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你現在說得和總統 你怎麼出來背書 哇 這些 你自己是我們的鄭明文 你敢不接受 三百萬的留鄉 你今天拿一張 道工 就這樣啦 這樣啦 這樣啦 這樣 整個家這樣 這樣嗎 不可以一片下去了 我們是要知道而已 你今天如果一般的素品 沒有人給你追蹤 你跟一千萬兩千萬 都在你家裡的事 你今天去 你是台面上的人 這樣 台面上的人 你沒台沒錢 三百萬人家 三百萬人家 放在高鐵 高鐵 高鐵 人民是好期要知道而已嘛 知道而已嘛 有那麼困難嗎 所以我們人民我們自己要照顧 這就是三十年來 我們栽培出來的民進黨 我也可以這樣說 所以 你支持民進黨 那是要他怎樣 要他好嘛 照顧萬民嘛 但是你看看我們真的不是 很多人都要去抵擎 我去拿八千一萬 要 geh家 廟會 我這樣會怕 我還會摸 摸下去 三百萬在高鐵 所以這個董已經變了 這個董已經變了 已經出離 你民有挑選 你看我們高雄三千多的 我今天要知道而已 負責 當時三千多的負責 你跟我們說 這樣而已 對沒有啦 不可以對 中國的航空公司 早十分 我們要知道而已 知道而已 這樣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 拿兩個兵就要出來交代 這都民進一管的做法 所以當年問題 我也要跟各位說 到那裡也沒有事情 因為他現在在執政 沒有主婦你怎麼知道 民進黨 我堅定說 沒有主婦 今天有立場而已 你當時要做 那是要跟我們做什麼 為什麼要跟我們做 我們要知道而已 才覺得你要做立委 對不對 如果要知道而已 才不可以 那不是這樣 所以說這個黨 已經變成更變成更變成 沒有很困難的事情 你們在對中一些事情 不可以用小的 不可以用騙的 我告訴你 民進黨不要來這頭 不可以要靠我台灣人民 可能棍大哥其實真的 因為跟庶民的感覺 真的差太多了 因為如果我的口袋 不小心可能 只會掉三百塊 這樣子 可是他是三百萬 怪不得大家覺得說 你出來合理的解釋一下吧 但是很多話讓人覺得說 是不是綠色的邏輯 真的超展開呢 怎麼說呢 先前的CEM案 那麼最大的走私案 竟然解釋成了超買 而這一回這最大的遺事案件 難道是超領嗎 很多人覺得這些邏輯 到底能不能夠成立 編織啊 我覺得如果是政治獻金的話 當然對民進黨選情 會受到影響 但是啊 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這筆錢是不是要給人家政治獻金 因為成如剛剛強棍大哥所講 現在所有的國家機器 都在民進黨的手上 包括我們法務部的政務次長 蔡碧仲都如此護著陳明文 我覺得一般小老百姓 想要知道真相 可能性真的非常低 我們國家本來有一個制衡 就是監察委員也可以調查 或司法可以調查 結果現在我們行政院下面的各部會 也不太理監察院 像上次監察院有彈劾 有糾正外交部 說口義哥的任用有問題 結果外交部直接說 不願意接受 所以其實我個人比較悲觀 我認為這件事情是很難 有水落石做的一天 另外有關於CEM案也是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CEM案查了半天 就是辦給你看 我有辦 但是我辦到誰 吳宗憲 小美有沒有辦 小美另案偵辦 另案偵辦就是可能很多年後 才會忽然大家想到這件事情 民眾不關心風潮一過 這件事情就沒有了 所以到底陳明文這個錢 到底是不是政治現金 我覺得很難去了解 但是我覺得大家要好好的看一下 民進黨他們這硬拗的嘴臉 坦白說我覺得民進黨他就是 我就是要硬拗看你怎麼樣 像CEM案剛出現的時候 剛剛袁怡有講 就是說我們沒有走私 我們只是超買 然後說他這個在 那個華航斗市長在飛機上面 華航斗市長開記者會講說 這個是在飛機上交易 雖算是境外交易 沒有違法的問題 機邊交貨 這個創了很多很特別的名詞 但是這樣的一個硬拗的態度 其實連本來支持民進黨的 一些年輕人都看不下去 因為我有看到那YouTuber 本來比較親綠的 都在哭手這件事情 都在說講到一個賭神的電影 就是說賭神以前不是有一個船嗎 開到公海嗎 後來沒有違法嗎 所以那個YouTuber就講說 該不會蔡英文跟 蔡英文跟那個巴拿馬總統也有認識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注意 這個硬拗的嘴臉 像陳明文 我絕對不相信他是開 正中的電影 再硬拗下去 我們就用選票來制裁他們 要進去給他 給他價錢嗎 所謂95級制 到現在 都是用產地的平均價格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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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定會的辦公園 你公定會什麼時候要記購 沒有記購 一場有沒有參加 那你出解 我不會聽到 你不是有什麼 東西 你不是有抽的嗎 我不是有融化 你不是有個抽象